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五家总结 我是曾晓鱼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大市情况 首先是内地股市方面 上证指数跌1点 暴2894点 深证城市升14点 暴10392点 护心300跌6点 暴3114点 创业板指数升8点 暴2200点 恒指方面最新跌169点 暴2057点 国企指数跌99点 暴8468点 大市成交354亿 这位嘉宾请来要唱证券 事务总监郭sir 郭司智先生 郭sir 你好 郭sir 先说一说大市 今早恒指数跌328点 看到19898点半日低位 开始后走势慢慢改善 11点后跌幅明显收拆 现在跌170点左右 外围情况非常严重 隔晚美股也要跌 曾经跌超过300点 欧洲股市 隔晚也跌4.1% 接下来港股后市的表现 是不是会跟随外围 有个比较差劲的表现 暂时来说 市肯定是市底的形态 不过似乎来说 初步看 2万点的追沽压力 就不是那么明显 好像恒指今早低开329点 去到19898点 之后没什么追沽了 市又慢慢慢慢走回来 市场是避险的 但未至于去到恐慌 不过由于大市始终走在50天线下 最重要的是外围的局势还是不明 包括欧洲和美国股市 都是在试近期的低位 而且市场的避险情绪 暂时来说还是比较高涨 我也看不到有什么因素 令到这股避险情绪 突然间可以改善 暂时来说没有 就是说就算你不再跌 至少你不会再升上去 期间跌得多 有些技术上的回补 造就了一个所谓的后抽 我们叫做反弹 最多就是这样 相对港股来说 港股已经比较硬 因为始终英国脱欧或者欧洲 是太远了 是外围的事 对欧美影响会比较大 反而我们一方面受到外围的因素所影响 但我们也看回A股的表现 A股暂时来说 或者跌得比较明显 港股相对来说 都不算太差 只看上周五 一度跌了1372点 最后恒生指数都可以由19662点 收市到20259点 若我都是跌一半 但无论如何都好 2万点防守性 我自己觉得 守得住守不住 其实都是心理因素 不重要的 最重要是哪个呢 最重要的是 5月13日的低位 19594点 还有上周五的低位 19662点 这是一个技术上高低角色的双底 或者根本上是双底 暂时来说 防守性仍在 但一旦股市正式跌穿这个双底 或者跌穿这个支持的话 下一个防守性据点 将会拉到19000点的头 这一两天 我不觉得大市 是有一个太大幅度的上升的条件 包括所有南筹股 最多是整固 感觉不到有个上冲的力 否则成交金额仍然是气疏 做好风险管理比较好些 因为明天后天发生什么事 大家都很难估计 好 谢谢郭sir 看完大市表现 跟你讲讲一个板块 就是有国际金融股的板块 看到英国铁定脱欧之后 环球金融市场连续两个交易日 大幅下跌 当中欧洲银行股更加录得 市场最大的两天跌幅 而在香港上市的国际金融股 今早是明显跑输 看到渣打今早要低开4.5% 暂时来说都要跌3.55.35% 汇控方面跌幅超过1% 最新是报46元 看到这些和英国的业务 敏感度较高的股份 看到跌势仍然未止住 未来的前景是否都会相当之恶劣 真是难搞的 第一就是英国现在公布了脱欧 但是跟随而来的问题很复杂 包括伦敦、爱尔兰等地 苏格兰等都可能会是要求独立 你知道大不列颠一直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是一旦一开四 你想像得到的情况会是怎样 可能当地有些早前投了脱欧的人士 现在就有少少后悔 不过你投了你就是投了 结果都出来了 还没得追悔了 至于欧洲那边情况也比较复杂 包括法国、意大利 可能也是有样学样 会举行一个全民投票供求脱欧 一时之间你肯定一件事 就是欧罗和英镑的汇价 相对美元来说 是持续不明、持续偏弱 而市场的避险情绪持续升温 否则今价上星期五可以升50多元 到昨晚又再升10元 换句话来说 在资金避险下 暂时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憧憬 包括一些金融市场 比较敏感度比较高 例如一些银行股 或者金融相关股份 就受到影响最大 如果个别银行股份 在英国那边有投资 或者有物业或其他业务 也不知有一定的英镑旺患 但这次事件 如果没有做任何风险管理 即是做对冲 当地物业都不见了一部分 因为会对风险大力的损失 其实是挺严重的 总的来说是不明的 加上大家不知道以后 情况会去到哪里 但是无论怎样都好 基于政治的气候的不明 很多的投资会暂时先hold 不会再加大 相反来说 项目的投资也会暂时先停一停 看清楚才做事 你想想这样的环境气候 怎会有得好呢 短期来说我相信 金融的板块仍然都会受到事件所困扰 好 谢谢郭sir 这个时候跟随这个板块的最新造价 汇控跌1%报$46 渣打跌3%报$55.35 中银香港偏远报$22.45 东亚银行跌幅超过1%报$28 恒山银行偏远报$130.4 大新银行跌幅1%报$14.44 创庆银行无声跌报$15.92 大新金融跌幅超过1%报$48 大众金融无声跌报$3.35 转向郭sir看一看一只股份 之前不少市场分析 觉得和脱欧敏感度相当高的电能实业6号 见到大和发表了研究报告 指将电能实业的评级由持有上条去到跑赢大市 各项是关注英国脱欧之后 公司潜在的正面刺激因素 不过目标价就因应英镑贬值的预测 而轻离下调2.3%去到76.2% 大和表示 各项和长健的管理臣会面之后 知道长健和电能正在寻求入股的两个分别 位于澳洲和欧洲的电话项目 认为投资者下半年应该去关注这些并购的项目 以及会否分派一些特别股息 很多市场的分析或者一些报告都指出 其实都担忧长和系 会受到英国脱欧有负面的影响 但大和不单止就好像不太害怕 更加升了它的一些评级去到跑赢大市 电能实业前景你又怎样看呢 基本面没有变度 这个我老实说 因为好像电能实业是英国的水母 你这次供求脱欧不脱欧 你难道不用水吗 至于基建那些也是继续的 不过问题是 他们的投资在英国 其实来说 多少涉及英镑汇率方面的变动 如果你说做生意 高台上有做些对冲的 问题当然不大 但是如果是没有做对冲的 这方面的汇队的风险 会带来一定是损失的 譬如去到年报的时间 可能就会讲及 在汇队方面的账面上的损失 会有多少 就带出来的 譬如赚10亿 汇队方面输了2亿 你利用来赚8亿 不知这是一个撥笔 日口英镑升回上去就没事了 短期来说如果有中线的心态 去买 问题不大 但是买来炒 气候真的没配合 暂时来说我似乎 都建议大家稍微登登 好 谢谢郭Sir 电灵实业最新股价67.45 跌幅1% 恒指半日收报在2050点跌176点 国企指数8459点跌107点 大市成交358亿 时间差不多了 先和你做新报 刚才提及股份或者指数相关资产 有没有自由 是没有的 多谢你长寿的分析 我们先休息一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